小朋友们依照消防队员叔叔的指导 握紧水枪练习灭火 台湾市府消防局平顶分队 与中华民国儿童烧烫商关怀协会合作 在周末举办消防体验营 邀请三十几组亲子小家庭前来参加 体验水枪涉水CPR 并学习冲托泡盖送食物操作的主义事项 从小扎根正选防灾救护知识 小朋友与家人也觉得很有意义 今天活动好玩吗 好玩 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 呃 盆水 就是手放在 手放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往后拉 今天就是那个关怀烧烫商的朋友 然后邀请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觉得其实就还蛮有意义的啦 蛮有意义的 因为小朋友提早认识 就是像CPR啊或是AED啊这种 对他们有点基础观念我觉得是很好的 大哥我想问一下今天整个活动觉得好不好 好玩 我最喜欢哪个部分 喷水 呃 觉得蛮多新的 因为其实以前学那个CPR是蛮旧的 对那今天有学到新的方法 然后那个烧烫伤的处理啊也是跟以前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对那今天也有学到很多新的 然后这样以后会遇到事情更知道该怎么处理 以前因为我自己有 曾经烫伤过就是 煮东西被油爆充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冲一下就冲到医院去 就医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叫我再去冲水 对对对然后今天他就是才知道说至少要冲20分钟 对以前没有想过说要冲这么久 我们今天我们桃圆市政府消防局平宁分队跟我们的烧烫商协会这边有办理一个宣导一日消防员的宣导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透过我们的我是救护手小小消防员跟消防车有什么东西这三站 来告诉小朋友说我们消防员平常做了些什么东西 那本次宣导特别有提到的部分是我们的烧烫商的处置方式 我们遇到烧烫商的冲托泡盖送一些实际的怎么操作还有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 那让他们学到说之后遇到烧烫商的部分的话的紧急处置 协会理事长分享自己女儿的受伤故事 并表示成立协会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推广正确的烧烫商几旧步骤 透过消防队员专业的知识分享与介绍 让大家都能对朗朗上口的冲托泡盖送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想靠着消防队员也以问答的方式 增进与小朋友们的互动 让大家牢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生意外后 至少要冲流动的水20分钟以上 我们其实就是小朋友他在受伤的时候 我们在偏乡 那第一时间其实我们就冲水 我们印象中冲托泡盖送 就是我们冲了5分钟 他的身上就是没有这么烫之后 我们就送下去医院 后来才知道原来其实冲水是需要冲20到30分钟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因为冲水没有冲足够 到了医院之后就是有点像是二度伤害 那个深度他就有比较吃下去 那这就是我比较想要透过协会 透过自己的经验去跟大家推广 分享说就是冲水很重要 冲药充满20到30分钟以上 就算你如果只有冲5分钟的话到医院 医院也会要求你把它充满20到30分钟 因为冲这个步骤可以带走我们身体表面最体表的温度 那这个温度可以带走这个温度可以防止我们的热伤害继续往深处去侵蚀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冲这个步骤做好的话 其实对烧烫伤的伤害预后会比较好 那他造成的伤害也会比较小 那拖的话就是我们要在水中或者在湿润的环境下 把我们的衣服移除 不然如果是在干的状况下的话 那个衣服移除会顺便把我们的皮肤一起带走 泡在水中或者是边冲水 然后边慢慢把衣服移除 这样的话对伤口的愈合会比较好 那泡的话就是要泡在冷水里面 那不论是我们在送医前或送医中或到医院之后 只要有时间我们都可以用尽量用活水的方式 让那个水不断的更新 然后让我们的伤口可以持续的降温 以防止他的热伤害做更深的侵蚀 那盖的话就是要拿湿毛巾把我们的伤口盖住 这样的话我们在运送过程或者是送医过程 或者是到医院的时候可以防止 一样可以持续的降温 那对我们伤口会比较好 最后送的话就是要送到最近的医院 那要尽早送医这样的话 才会对伤口比较好 联合主办的两个单位都期盼 透过遇到娱乐的体验营 推广正确的急救步骤 让大小朋友们在动手操作与Q&A之中 建立正确的防灾救护观念 做好万一遇到异味发生的准备 既有留意听传媒报道 既有留意听传媒报道 联合主席 既有没有一些防灾